《拇指姑娘》8 遇见格雷夫人 冬天来了 花都枯死了 风刮得非常冷 拇指姑娘一直穿着一件叶子做的衣服 最后连那件衣服也破了 她没有办法给自己保暖 也没有食物 大家都去哪里了 拇指姑娘大声问 除了我之外 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吗 一天早上 拇指姑娘在一片干燥的玉米地里醒来 大片的雪花落在她的周围 我需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她看着四周说 就在这时 拇指姑娘看到玉米壳旁有一个黑黑的洞 那个洞看起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她说 我要在里面躲一会儿 拇指姑娘走到那个洞边 往里看了一眼 哦 什么 这里有一扇门 她大声说 她敲了敲门 门开了 我的天哪 一只老鼠大声说 你看起来 快要被冻僵了 快进来 拇指姑娘感激地往前走了一步 等一下 先擦一下你的脚 老鼠大声 老鼠指着地上的一块垫子说 拇指姑娘终于进入了房间 房间又温暖又舒服 还很干净 我是拇指姑娘 她说 你的家真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格雷夫人 在这里等一下 我给你拿一些吃的东西来 拇指姑娘坐在椅子上 马上睡着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 格雷夫人给了她一些吃的 拇指姑娘又睡着了 拇指姑娘很虚弱 可怜的小东西 格雷夫人说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她照顾着拇指姑娘 很快 拇指姑娘恢复了许多 我要怎么感谢你呢 有一天 拇指姑娘问格雷夫人 格雷夫人正在擦家具 她想了一下 嗯 我老了 她最后说 如果你想留下来 你就要帮助我 从那天开始 格雷夫人教会了拇指姑娘 很多事情 不要那样拿着针 格雷夫人边教拇指姑娘缝纫 便说 白萝卜 不要煮太长时间 格雷夫人教拇指姑娘 怎样做饭 拇指姑娘学得很快 格雷夫人说的事情 她都做了 有一天 格雷夫人看着拇指姑娘缝东西 她就是按照我教给她的方法在做 格雷夫人骄傲地对自己说 这时 拇指姑娘第一次唱起了歌 她的声音真美妙 格雷夫人心想 她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那是一个好主意 是的 拇指姑娘会很合适的 她说 她会成为洛福斯先生完美的新娘 是的 拇指姑娘